美國CDC近期是發佈了安全警訊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在施打了BNT的次世代 創下疫苗之後 會以比較高的機率 引發缺血性中風 疫情指揮關於王毕 社長就表示 臺灣目前只有 莫爾納的次世代雙下疫苗 這個星期會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來進行討論 春節將近加上國門開放 不少民眾敢在長假前來施打次世代疫苗 但美國CDC卻在監測時發現 接種輝瑞BNT次世代疫苗 可能存在安全問題 一名官員透露 接種的五十五萬名老年人中 有一百三十人 於三週內中風沒有死亡病例 王毕勝表示本週指揮中心將舉行專家諮詢會議 收集專家對疫苗施打政策未來方向的想法 以及對疫苗品牌的意見 BNT藥廠於農曆年後可能會來臺灣訪問 到時候再來研議相關的議題 若BNT次世代疫苗真的有問題就不會去採購 而國內本土疫情略微降溫 十五號新增兩萬零九百七十二例本土個案兩百九十八例 境外移入 確診個案中新增三十一例死亡 病例數較上週日減少百分之九點一 另外也公佈一月十三號 中國來臺旅客採檢的情況 共有兩千四百六十一名旅客入境 陽性數為兩百零一人 陽性率為百分之八點二 創一月一號以來的新低 指揮中心表示目前對中國入境旅客 實施唾液篩檢政策 將會持續到這個月底 屆時會要求各個單位提供檢討報告 做出防疫政策的調整 記者為王新中特會報導